主播说联播,今天我来说 不久前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 在这期间,华为低调推出了一款新型手机 最新消息是,雷蒙多称他感到不悦 这种不悦给人的感觉很莫名其妙 身为一家企业,华为选择什么时候推出新款手机 完全是他的权利 美国商务部长感到不悦 真实原因恐怕是被刺痛了 多年来,美国处心积虑打压华为 而华为并没有趴下 这不至于甩给美方一记耳光 这也再次说明,遏制打压是阻挡不了中国企业发展的 只会增强中国企业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 今天还有一个很提气的消息 2023中国企业500强发布 有很多亮点值得说说 比如,入围的门槛又提高了 千亿级企业首次超过50% 这都生动彰显了中国企业500强越来越强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2023中国企业500强共投入研发费用15786.88亿元 比上年增加了1300多亿元,增幅超过9% 企业在研发经费上舍得投入 说明企业重视创新 这是拥有硬核竞争力的关键 就在前几天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最后送给美国政府一句话 你强有你强 清风拂山岗 你横有你横 明月照大江 我们在 tribe麻 marble 小监 вместе 小监 成氏